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那下一位我們要歡迎 不是 又我自己 好 對不起 好 我想想看我要怎麼開始 因為就是 先講一下 就是因為 今天的這個Track 就這個鬼的三個議程 其實差異蠻大的 就是剛剛的 就是2Mode講的內容有點黑 然後接下來講的東西 就是完全跟技術沒有關 所以就是 如果你覺得走錯場 需要離開的 就是可以隨時從後面 對 那或者是就是想要休息一下 等一下想要等Open Data的 就是Open Stream Map也可以 對 稍微就是休息一下 但盡量不要吵到隔壁的 好不好 好 那我們就來講一下 今天的題目 那今天主要是要講就是跟 媒體 然後跟 也是算公民社群 或是公民科技有關的東西 那題目 就是我前幾天在寫Slide的時候 才發現我的題目取得有點笨 好 但總之就是 打造媒體生態圈 可能挽救民主基石嗎 那這邊有一個Slide的網址 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話 其實就是官網上的議程上 也有Slide的網址 所以等一下 應該不會講滿30分鐘 所以應該有時間 想問問題的可以用這個Slide 好 那先自我介紹一下 就是我是HC 然後中文名字叫我姓昌昌 那我是2004年也就是 不對 2014年 應該就是第一屆Summit 就是我是負責 對 發起Summit的人 所以今年就是剛好第10年 那我是一個程式設計師 那大概從2000年左右 開始接觸就是Open Source 那大概在2012年 就是GNV剛開始的時候 就是開始做Open Data 相關的東西 然後因為2014年太陽花的時候 就看到一些新聞 就是對於臨時政府這個東西 有點搞不太清楚 就是永遠不知道 就是新聞內容 跟我們實際上所在的地方 有滿大的落差 所以我覺得 好像應該要彌補一下數位落差 所以我就在2015年 進到媒體圈 2015年的Brother剛成立的時候 我就進到Brother 然後一年後到鏡頭刊 那2018年在鏡頭刊成立 就是我們Team自己的Site Project 叫Reader 所以就開始從程式設計 跨界到新聞媒體 好 那先過了一個就是跟今天主題有關的就是 湯瑪士·傑夫勳 就是據說是美國第三任總統 說的一句話 他說如果讓我決定有政府而無報紙 或有報紙而無政府 我也要不猶豫選擇後者 這當然有他時代背景 就是畢竟當時候就是資訊傳播比較困難 所以大部分的資訊都需要靠新聞媒體 對 但從這句話我們大概可以理解 就是新聞媒體的報導 或者是做一些深度的報導 或者深度的調查報導 對於民主有多麼的重要 或者是對大家資的權利有多麼的重要 所以我們要先討論就是 那所以在幾百年後的現在 就是新聞媒體怎麼了嗎 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在這裡討論這件事情 好 那根據路樂社的研究 就是應該是去年底 然後就是他們有研究到 就是目前大部分的使用者 這個其實大家應該都有今生的體驗吧 就是大家日常生活大概就是這樣子 就是獲取新聞的習慣 大概說是從社交平台 像Facebook或者是TikTok 那最近可能蠻多人在所以上面的 然後主要是從KOL 就是各方的意見領袖那邊 看到他們的分享 然後去了解新聞 那更不用講就是現在 應該很少人看紙本的雜誌或報紙 所以社群媒體對於新聞的影響 尤其是新聞媒體的影響 其實是非常大 那對大家的對新聞的消費 習慣也是影響非常大 那在今年的二月就是資訊學人也有 有一篇在討論就是社群媒體跟社群媒體的一些關係 那主要當然就是因為社群媒體作為公共廣場的特質 正在快速的消失 也就是說基本上越來越少人會上去社群媒體做討論 越來越多人在上面只是看東西或follow 但作為討論的這件事情在社群媒體上已經幾乎已經不見了 所以尤其是就是近幾年的各大學者們 就是學校的老師們在討論就是演算法 那當然就是我們可以了解 社群媒體為了增加自己的流量 那所以就是依據各位的喜好 推給各位想要偏好的新聞或者是內容 那這件事情讓我們對於新聞的消費 就是從主動轉為被動 好 那在這邊推兩本書 第一本是就是AS6Z的合伙人 就是AS6Z大家知道就是細谷非常有名的創投公司 他一個合伙人叫Chris Dixon 在最近的一本新書叫做Rewrite On 它裡面就寫就是搜尋跟社交排名演算法可以改變生活 可以成就或毀掉企業甚至影響選舉 但是他們背後的程式是掌握在不負責任的企業管理團隊所中 不受公眾監督 那這個大概就是大家目前生活的日常 對就是如果你上各種社交網 如果就是雖然就是Facebook現在越來越廣告趨勢 就是不一定是你完全喜歡的內容 但就是如果可以騙到更多廣告的話 他們就會推給你 那或者是最近比較新的就是也是在Facebook旗下的Streets 就是他的偏好的推薦越來越準確 但相信這個也會是將來對於大家在言論上 或者是在行為上即化的一個非常有機會形成的一個狀況 那另外一本書叫做雲端封建主義 那這是前希臘財政部長雅尼斯的一本書 對 然後因為我要括的這個句子 我就問一下那個編輯 會 左岸的編輯吧 然後他就說可以括的 但就是幫他打一下廣告 中文版7月會出 好 那上面那本應該是7 8月 它也是暑假會出中文版 基本上在講雲端封建主義就是 他在講其實也是現在的社群媒體的一個狀況 那他說的是網際網路資源被圈佔雲端資本興起 而這種資本與其他類型資本的關鍵差別 在於它能夠將我們所有人變成雲端奴隸 使其主人不必付出代價 就可以完成資本的再生產 基本上他說的是在社群網路的這些資本家 或者是老闆們 就是他們其實一開始在意 或者是初期在意的 並不是要賺取更多的資本 而是希望賺取更多的努力 那各位就是他們 就是這本書裡面所說的努力 就是大家在幫Facebook就是貢獻內容 或者是在Facebook幫忙貢獻內容 但是這些內容其實是轉為他們資本的一個來源 好 可是其實社群媒體並不是現在一開始就是長得像現在的樣子 所以社群媒體在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也有做過一些比較讓我們可以拿出來談 跟民主有關的一些事情 對 突然變小聲了起來 比如說阿拉伯之村在2010年底 就是在北非跟中央幾個國家 那他們也是因為 就是不滿當時政府的狀況的做法 然後所以就是透過Facebook 其實也有Twitter的串連 然後就有一波的社會運動 那當然美國的就是戰友華爾街 或者是BLM或者是MeToo 其實Twitter在這之中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對 那尤其是最近在Elon Musk買了 就是Twitter改名X之後 就是各種不管是媒體或者是學院 對於就是X的批判就越來越多了 那如果要講最近的例子的話 就是應該是近一個月內的例子 就是TikTok透過自己的平台 然後就是希望鼓勵TikTok的使用者們 打電話給自己選出來的國會議員 然後要求他們就是不要通過 讓TikTok跟字節跳動分割的這個法案 那這件事情其實就是讓社群網路 或者社群媒體的這一個 就我們剛剛講的就是封建主義 所以他們其實就是一個地方諸侯 或地方君主的一個概念 所以他們就希望掌握這些人 然後可以做一些活動 甚至影響就是原來國家的民主機制 好 所以先講結論 那就是所以社群媒體壞壞 那新聞媒體怎麼辦 然後就是殺死資本主義的是雲端封建主義 這個是書上說的 但是新聞媒體還是非常重要 就是當我們要一個公共的討論空間 那一個基本的大家共同的討論的基準 其實也就是所謂的新聞媒體 是一個重要的事情 可是因為社群媒體想要獲取最大的利益 那也有可能造成就是最大的激化 就是兩面的激化 那回過頭來就是回到這次summit的主題 就是其實改變不是請客吃飯 民主不是投票動算 所以我們要怎麼去關心政治 然後關心民主 那主動參與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好 所以新聞媒體 就剛剛我們在討論就是新聞媒體 怎麼的前面的一個部分我們在講 就是社群媒體造成新聞媒體的一個改變 所以新聞媒體在過去 尤其是比如說電視時代 它其實是一個壟斷 就是它是一個特許行業 所以你要足夠資本 然後要有政府的特許 你才能做電視頻道 尤其是電視新聞的頻道 現在就是最近吵得很兇的NCC 好 但是雖然如此 就是現在新聞媒體已經從大眾獲取資訊 主要的角色已經退下來 因為已經變成了社群媒體 所以新聞媒體已經變成在社群媒體上的 跟一般人一樣 我們要從社群媒體去獲取大家眼球的一個 一個傳播者或者是一個Publisher 出版者 但是假訊息在社群媒體 或者是各種網路的圈 包含大家的Messenger之類的流串 而且嘗試破壞我們的民主 那就是過去一直以事實為主的 或者是為訴求的新聞媒體 卻沒有辦法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被好好的散播 所以這個現象也造成就是 大家對於民主這件事情 就是感覺上好像越來越薄弱了 那在社群媒體需要跟大家爭取眼球 就是共同爭取眼球這個狀況底下 就是收入其實也是 社群媒體就是存活的一個非常困難 而且但是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那在這個狀況底下就是 就是如果有各種資金的挹注的話 其實就很有機會 就是造成台灣媒體被控制 尤其是我們號稱在民主前線的 就是台灣本島裡面 所以以前就是大家會一直說 媒體轉型為什麼都一直非常困難 那Message當然是一個根本的原因 就是媒體會一直覺得 以前也是靠廣告賺錢 那為什麼現在靠廣告賺錢 就是賺不了錢 那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所以現在變成需要靠流量去變現 那整個新聞媒體的KPI 就有一個非常大的扭曲的狀況 然後在一個自由市場 我們剛剛提到 其實現在的新聞媒體 必須要靠流量去變現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底下 未必太弱流牆 就是所謂的牆 就是現在的牆是流量好的叫牆 但是大家想要看什麼樣的新聞 或者是會討論什麼樣的新聞 或者是會分享什麼樣的新聞 那這些新聞是不是跟就是 國際政策有關 或者是跟台灣的民主有關 這並不能畫上等號 尤其是當我們每次在後台看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什麼樣的新聞 就是流量最高 這個大家應該都可以預測 另外就是台灣的市場非常小 尤其是在繁中的 就是繁體中文的世界裡面 那這樣子的話 雖然訂閱跟贊助還是可以做 但他們可以撐起的量其實是有限的 可是當我們去討論就是新聞媒體 是一個公共利益的時候 但公共未必在意 對啊就是有需要的時候 就覺得新聞媒體為什麼不好好做 但沒有需要的時候 就覺得就是每天在那邊哭窮 但是對於就是整個社會 好像沒有什麼太的幫助 可是回過頭來就是 那讀者們到底想要什麼 就是大家都在罵演算法 但其實還是想要演算法 大家都希望我一上去就可以看到 就是我感興趣的內容 對 易溫層的東西真是太刺眼了 最好不要推過來 對 然後最好給我一個清楚容易懂的 資訊跟結論 那每次在討論的時候就說 我們希望可以突破同溫層 但是當易溫層來到的時候 就快速滑過 好 那想像中可以怎麼做呢 就是這裡可以擴了一個非常有趣的話 就是曾雅各 他是一個加拿大的記者 也是一個作家 然後他對於城市觀察非常有 獨到的見解 出一個非常有名的書 那他說只有那些由每個人 共同打造出來的城市 才能提供每個人都需要的東西 所以我們要知道 就是其實媒體產出新聞 那跟讀者是一個非常緊密的一個生態系 所以我們會希望就是讀者不會單純 只是像現在就是你只是去 就是你只是去消費新聞的這個角色 而希望可以更參與 就是整個新聞媒體的一個生態圈 所以媒體當然可以透過各種方式來獲利 當然廣告還是一個最主要的 那訂閱贊助其實都是可以做的事情 那讀者 以現有狀況來看 就是讀者可以訂閱 就是付費訂閱 或者是你可以贊助一些 廢利媒體或獨立媒體 但是如果在整個生態系 就是有一些廣告是可以 帶給參與這個生態系運作的讀者的話 他們就會變成這個生態系的勞工 或者是工作人員 所以他們就可以拿到一些reward 就是我們可以說分潤 或者說一些獎勵 那這樣子的話就可以把這些獎勵 再回饋到媒體或者是報導本身 那當然就是除了 就是拿到的獎勵可以回饋之外 其實我們也可以就是 透過這整個生態系產生的共同利益 就是金錢或者是任何其他的收益 因為是共同產出的 所以我們可以放一個 所謂的公共資金池 那參與的讀者 或者是參與這個生態系的讀者 就可以透過一些 比如說平方募資或平方投票 然後來把這些公共資金池的錢 再重新分配回去 給他們覺得比較好的媒體 那這樣就不會是現在的狀況 就是媒體會覺得做好的內容 並沒有得到好的報酬 好 所以在這個想像中的生態系裡面 除了商業媒體之外 就是獨立媒體其實也可以參與進來 那其實自由記者就是獨立記者 也可以在這個生態圈裡面 他們可以提案 那透過提案讓 剛剛提到 有一些讀者會得到一些reward 那這些東西這些錢 或者是這些點數reward 就可以參與支持獨立媒體 或者是獨立記者的這些提案 然後讓這些內容可以被產製出來 再進到這個生態圈裡面 產生新的revenue 就是產生新的利潤 好 所以這個就是想像中的一個生態系 媒體生態系的完整的樣態 好 但是剛剛其實就是一個比較理想上的狀況 就是當讀者都可以參與這個生態系 讀者可以透過就是幫忙策展 比如說我們現在有各家新聞 但是各家新聞都是每一個snap shot 每一個時間的snap shot 但是我們當然我們要討論 烏爾戰爭的時候 那這個時間走到底是怎麼樣 就是讀者可以來做這個策展 或者是讀者可以去選每天你覺得重要的新聞 比如說我們現在看Light Day 或者是看Yahoo News 或看Google News Google News是電腦選出的新聞 但Light Day跟Yahoo News就是 他們內部的編輯選出的新聞 但是在生態圈裡面 每一個人都可以當這樣子的編輯 你可以選出你覺得最重要的新聞 讓其他人來看來follow你選擇的新聞 所以當讀者可以進到這個生態圈 做編輯的工作 如果參與這個整個生態系的發展的話 那才有可能改變 所以改變最難還是大家來參與 但是未來不是用來預測的 而是用來創造的 而是對 我們需要大家一起參與 然後有這個共識 我們才有可能做出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做的是一個 就是剛剛整個架構都可以是 這個系統是可以變 open source 所以所有人都可以隨時 搭起這樣的一個獨立的生態系 但每一個生態系都可以是共同的 所以我們會希望透過就是 不能講加密貨幣 可能會有法規問題 好 我們可以透過開放的帳本 對 讓每個生態系都可以共同的連結 所以剛剛提到就是分配公共資因此的這件事情 其實也可以透過就是所謂的自理代幣來做 那當然就是所有人挑的內容 或剛剛講的策展的部分 我們可以透過就是Active to Pub 去分散在不同的平台上面 而不會讓某一個平台去獨佔這些內容 那這樣子的話就是 各家現在的就是大新聞媒體 他們並不會 並不需要做這個改變 那他們甚至可以完全就是 Clone Event這樣子的架構 然後起一個自己的一個生態系 可是這些每個生態系 就像剛剛提到就是我們 我們可以透過共同的價值交換 然後每個地方產出的價值 就是user得到的reward 可以去 比如說他在我們這邊得到的reward 他可以去端傳媒的網站 做訂閱閱讀 訂閱閱讀 對 付費閱讀這樣子 所以這樣子才會是一個就是 我們想像中比較完整的一個生態系 好 所以回到我們一開始的題目就是 那這樣子的話是真的可以 就是讓台灣的民主稍微再穩固一點嗎 我覺得就是我們想像的只是一個機制 但是這個機制就是一個可能性 就像剛剛講就是參與是最困難的 所以廣場就只是廣場 就是如果沒有人要去那邊討論的話 就是沒有人要參與公共討論的話 那這件事情就不會發生 就像大家今天就是起了個大早的 我們需要主動參與 但是生態可以是一個社群 所以當我們有更多的不同的坑 就是不同的小的社群的話 那這樣子才有機會連成一個大的社群 所以就是今天一直在提到就是讀者屬於 媒體生態圈的一個部分 然後我們會希望大家可以主動閱讀 你覺得你認為的好新聞 就是給新聞媒體一些鼓勵 那挑新聞其實就是在參與 然後參與議題 參與討論的一個部分 那其實把讀者納進這整個生態系 就是像在經營市場這本書裡面提到的 就是數據及勞五 就是大家在整個數位經濟 或者是數位平台參與的勞務 其實是可以被估算價值 那這些價值我們會希望就是 可以回到整個生態系 也就是媒體本身 好 然後對這個是 就是Rewind的議則 希望我放上來 對 好 現在就是他其實是在講Web3 但我覺得在講這個生態系也是蠻符合 就是我們現在就在一個 大家都希望 有一部分人希望打破 社群媒體獨佔的狀況 那我們希望創造一個新的生態系 但這個新的生態系到底長什麼樣子 或會長成什麼樣子 我們現在完全沒有辦法理解 或者是很難去想像 或者是好像有一點概念 但不知道執行下去會怎麼樣子 可是我們會希望大家一起來參與 大家一起來討論 然後大家一起來思考 這個東西要怎麼樣會有機會讓 這整個生態系 或來幫助到台灣的民主 好 謝謝大家 那 對 就是 大家可以捐款給大爽這樣 好 我們還有三分鐘的時間來看一下 有沒有 直來就好了 好 這個可能是安裝 剛好配合時間 好沒有啦 好 在傳統媒體專業找出什麼 什麼是讀者應該知道 或而不是讀者想要知道是你們學問 編輯跟記者專業資金 好 公共資金詞的分配其實 確實是一個大的問題 但這個就跟各種就是包含實體的 我們的各種獎助金或者是各種投票 其實非常類似 就是它有可能是 有一種可能是 大家會去講助或者是選最知名的媒體 就是大家都覺得好棒棒 就是我選這個我會覺得就是光中耀祖 走路有風的那種媒體 那這個是有可能的 然後另外一種就是 我希望我很喜歡看娛樂新聞 我們說選了就是對 娛樂新聞品質最好的媒體 這當然有可能 或體育新聞 對 所以我們剛剛提到就是 如果可以用就是平方投票的話 那對 就像唐鋒出來講 就是總統被黑客送 就是我們可以讓 剛剛的這些媒體並沒有不好 我們也是可以有公共資金 資金可以依註給他們 但是我們可以有更多其他的媒體 會受到依註 尤其是如果他們單打獨鬥 會非常沒有資源 或者是沒有曝光度的媒體 在這樣的狀況底下 如果可以在這個生態圈一起加入的話 他們是比較有機會被看到 然後也被用公共資金的 公共資金池的資金去挹注他們這樣子 好 第二個一定是安裝 所以我們先跳過好了 好 請問生態系有了優勢 是跟傳統媒體競爭 第一個是生態系並沒有要跟傳統媒體競爭 而是希望所有的媒體 或大部分的媒體 或更多願意參加的媒體進來 就是它的本質是媒體加新聞加讀者 那一個媒體其實就是 你當然可以是新的獨立媒體 或現在已經有的主流媒體 包括比如說包摺 或者是不知道 reader 對 reader是一定會有的 對 就是各種主流媒體都會在裡面 因為他們的內容會是由 初期會是由這些主要的媒體 就是現在的媒體 就包含獨立媒體 比如說像多多益善 或者是教練事件等等 就是希望這些媒體 會有內容來作為大家公共討論的 主要來源之一 好 那個內線先跳過 好 如何確保整個體系不是治癒之樂 不太了解問題 就是有要直接發問嗎 沒有 先跳過好了 好 其實時間到了 好 我看一下 謝謝提出解放希望多了解 快速可用的基礎建設 主要誰來建設 每位公民嗎 這個回應到上面的問題 就是大家有興趣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們今年因為有拿到 就是Google的公共基金 所以我們預計明年初要交券 明年二月前要交券 所以應該今年底會有一版 至少可用的版本會釋出 那這個接下來因為會是open source 所以未來如果沒有繼續拿到資金 然後有人願意接手的話 我們當然也是非常願意這樣子 好 然後因為時間到了 所以我們今天就先這樣 那我們就歡迎第三位講者